Hi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這兩個月硬體市場非常熱鬧 先是AMD他們可為兩年 總商用我們等來的Ryzen 7000處理器 擁有優異的能耗及強大的性能表現 接著,沒半個月 NVIDIA那裡也上市了RTX4系列顯示卡 這波是新的CPU,又是新的顯卡 應該讓不少幻幻面的玩家,感到心癢難耐了吧 不過這還沒完 Intel那邊彷彿是不想被排擠一樣 進來的緊追在NVIDIA之後 推出了他們的第13代處理器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測試的主角 只能說硬體的廠家們真的是太貼心了 讓我在這一個多月以來 每天和硬體相處的時間超過10個小時以上 這波測完還有下一波 好,那我們就乾話繼續說,再來開始今天的內容 快速跟大家複習一下13代處理器的重點特色 這次的Revelex架構處理器 同樣採用混合核心的設計 由Pico的性能核心 以及ECO效率核心所組而成 只不過13代處理器,Intel很不講武德的 直接把ECO的數量翻倍 像是13900K的ECO就有16顆 總體核心數值也是達到恐怖的24核心 官方宣稱多核性能成長41% 而i713700K的部分 則是達到跟前代i9一樣的8P加81 總共16核心 i513600K的部分則是6P加81 達到14核心 除此之外這次的13代在頻率部分也有所拉高 13900K的加速時脈達到5.8GHz 單核心能成長15% 你可以同時有兩個核心達到最高頻率 然後在快取的部分也加大了 13900K的L2快取來到32MB 是前一代的2.2倍 那這張龐大的規格堆疊 加上拉高時脈 我原先以為Intel是透過更新製程來達到的 結果這次的Refelike 同樣還是採用Intel 7 所以我那時候才在講說 不知道Intel是用什麼黑科技 可以在製程不變的情況下 來塞這麼多規格進去 那也不知道這樣的改動 會對處理器的功耗產生怎樣的影響 接著我們來聊主機碼的部分 這次的Z790晶片組 與前代的Z1990的整體架構差一不大 Z1990的擴充性已經做到非常完善了 那Z1990則是在它之上進一步的做加強 主要就是增加了PCIe 4.0通道的數量 從前代的12條擴增到20條 不過PCIe 3.0的數量也同時減了8條 所以總共的PCIe通道並沒有變多 只是這其中的更多轉變成4.0 那翻倍頻寬也能帶來更好的擴充性 再來是USB3.2Gin2擺兔的數量 從前代的4個提升到5個 然後再來記憶體超頻這塊 頻率可以拉得更高 Z1990是採用DDR4,800做於70頻率 高於4800就算是超頻了 那這次的Z1990 則是將起始頻率給拉到DDR5 5600 擁有更高的超頻上限 那以這次的平台升級來看 你可以說Intel是在擠壓高沒錯 不過這樣的擴充性對一般的使用者已經相當夠用了 因為你看像X670雖然採用雙晶片組 擴充性幾乎翻倍沒錯 但對於廠家來說 要怎麼把這麼龐大的規格 都塞進去體積有限的主機板裡面 反倒成了一個問題 所以擴充性不一定是要物質經驗往上堆 反而將每個接口的規格給拉高 我認為會更加合適 好啦,接著我們就來看這艘要測試的Z1990主機板 它是來自ROG的Maximus Z1990 Xtreme Extreme作為ROG旗艦主機板的定位 用料及擴充性基本上是拉滿 可以很好的釋放Z1990晶片組的擴充性 那ROG Z1990 Xtreme 跟我之前開箱過的X670E Xtreme一樣 版型都會比一般的ATX在框格2公分多 因為要塞入額外的擴充槽 比如這個標誌性的DIM.2插槽 可以透過ROG自家的擴充卡 來額外安裝兩條M.2 Gen4 SSD上去 那在供電部分 這張主機板用上兩組ROG Procore 2 EPS 12V的接口 確保電源的線材 可以緊密連接在主機板上 VRM部分採用24架一箱的供電 每箱可存在105A的電流 基本就是讓你拿來死操活操用的 然後在散熱用料上來同樣扎實 由於這次的供電像素非常多 導致說它在CPU周圍也得排成U型的空間才夠 所以在散熱上 它也搭配跟U型的熱管 以及大規模的金屬Io旗片 來協助VRM做降溫 使用i9-1390K South Prime95 在CPU253W的長時間輸出下 VRM的溫度也僅僅在67度 拿去做超頻或是液彈 才是能發揮這組供電完整性能的地方 然後再補充一下 ROG現場也有內附一組自家的TrueVolt Xen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念 中文官方是把它稱作是電壓專家 那其實它就是一台小型的試波器 透過上方三組的PIN角 來連接主機板的監控Heater 並且將以USB接口連接在電腦上 它就可以透過軟體 來監控CPU的V-Core、VCC-IN 以及VSA電壓等等 算是一個給DIY玩家的使用配件 再來是記憶體部分 起始頻率的低調有5600K 超頻可以上到7800MHz 這由我拿之前換風機來實測 自從DDR5推出之後 它們就一直把XMP的頻率一個往上推 像這是我手上這組的頻率已經上到6800MHz Cell 34了 那在BIOS裡面一鍵開啟XMP 它就可以自動抄上去 透過AIDA64的記憶體讀寫測試 這套系統跑出了超級猛的成績 讀取的部分正式突破100Gbps 那在斜錄以及複製上也有90Gbps以上的表現 延遲部分則是壓在66Nmps 大家可以對比去年 我用12900K搭配低調的5600MHz的表現 那時候的速度沒現在快 延遲也要高得多 這也令人感嘆科技發展的迅速 然後再來一彎快取的部分 13900K的表現也比12900K翻倍 這讓我很期待它等等的性能表現 接著我們來看擴充性的部分 自設Z700Extreme PCIe槽同樣提供兩條Gen5-116 可以支援即將到尾的PCIe無敵零設備 第二條與第一條共享頻寬 會切成百八百八的使用 那因為Z79N的Gen4通道有增加 所以主機板上多了一條Gen4-14 拿來擴充一條SSD也不錯 然後說到PCIe槽 就不得不提一下ROG的Q-Release的功能 之前有跟大家講到過了 它就是主機板上的一個小按鈕 當你按壓它的時候 就可以連動第一槽的116 讓你快速的拆卸顯卡 雖然一般人可能不太常用到這個功能 但像我做測試時常要插拔顯卡的 這個小按鈕真的是為我帶來極大的便利性 我就不用好到那邊伸手去按那個卡扣 而且這次的Q-Release 還增加了回彈結構 所以當你放開之後卡扣會再自動歸位 這個設計對我來說非常的加分 然後Intern2槽部分 本來我以為最上面這個散熱片 結構跟X6701 Extreme一樣 是VR面的輔助散熱而已 不過實際拆開後 它下方竟然是有一條Intern2的插槽 能支援直臉的CPU Gen5通道 可以安裝PCIe 5.0的SSD 那因為13代初期本身並沒有SSD專用的Gem5通道嘛 所以這條插槽 實際上是跟第二槽的X6共用的 兩個你只能擇其一使用 而下方散熱片的位置 還有兩個M.2 Gen4插槽 上面這條就是CPU直言的Gem4了 那下面這條則是軸晶片組 加上Intern2還有兩條軸晶片組的M.2 所以Z7有一個Extreme 最高是能上到5條M.2 SSD 那主機板上的M.2槽 同樣都配有Q-Latch功能 讓你可以做免螺絲固定 後方IO接口的部分 看起來還蠻擁擠的 寸土寸鮮的感覺 輸出給一個HDMI 2.1 網路孔給2.5G和10G各一 並且支援Wi-Fi 6E的無線網路 USB提供8個3.2 Gen2 1個GEN2白兔 以及額外的一個Soundable 4 本來我還在想說為什麼做一個Soundable 結果是因為另外一個移到前版的IO的位置了 等於說如果機殼前方有支援 你可以透過這個接口 擴充出前版的Soundable 4的 這個設計很酷 不過目前有支援Soundable的機殼並不多 這部分大家用的話要自己去留意一下 然後前方這裡還有一個USB 3.0的GEN2白兔 並且支援60W的QC4 Plus充電 不過這樣算下來 整張主機板只有兩個GEN2白兔的接口 離Z790最多5個來說還有一段距離 那這裡回到我剛剛所說的擴充性 晶片組給的豐富是一回事 但主機板上的空間,它不一定能全部承載 你只能依照使用者的需求來做彈性取捨 然後在軟體部分 也是這張Extreme值得關注的地方 尤其是AI這塊 ROG進行也廣泛的將AI技術加入自家的硬體內 比如你可以透過BIOS內建的AI Overclocking功能 可以在BIOS中查看主機板預測的CPU體質 作為超頻的基礎 或是直接透過AI Overclocking 它會偵測CPU的體質後 自動幫你給超頻上去 不用再額外設定頻率和電量等的參數 並且透過AI Cooling Tool 你可以在Armure Crate裡面打開這個功能 它就會自動去偵測你的風扇及硬體溫度 來幫你調整出最佳的轉速曲線 對於懶人來說會是非常實用的功能 好啦,接著我們就進入測試環節了 這次的測試頻道的例在這裡 顯示卡的部分 我這次換回NV加的RTX3190做測試 上次我測Ryzen 7000的時候是用A加的690XT嘛 不過用A卡測出來的數據 跟N卡在某些場景下會有所不同 像我測試CSGO的時候 就反而是12代根據優勢 那之後觀眾跟我提到這個點 所以這次我換回N卡測試 那也比較好跟我之前的數據做比較 好,那首先來看CPU測染性能的部分 在Cinebench R20的測試中 1390K跑出了多核14517分 相比1290K減減好成長41% 跟官方宣稱的無誤 並且這個表現也相當接近790X的多核分了 那以單純性能的部分則是再次稱霸 憑藉高頻的優勢,跑出了839分 比前代成長9.2% 並且比790X領先的5.7% 那以R23的測試中 1390K的多核相比前代 成長同樣達到40.7% 並且相當靠近790X,差距僅為1.6% 那在其他的測染能力上 也都有差不多的表現 可以說這次的13代,單核上再次稱霸 那多核的部分也基本追平Ryzen 7000 而且這樣的進步幅度 竟然是在相同製程下 單靠架構改進就提升了 凸顯出Intel他們在晶片研發的實力上 依舊是很堅強的 不過這麼強大的多核性能 難道都沒有代價嗎? 其實是有的喔 我來測試這幾款測染軟體中 發現1390K的功耗 竟然是達到280W之高 雖然對於1290K的250W來說 他只用17%的額外功耗 就換到40%多的多核性能 在能耗的表現上無疑是更好的 但對比790X來說 AMD卻還是能用比你低50W的功耗 就跑出比你好的表現 能耗的表現依舊有差距 那這也算是物理上的限制吧 畢竟人家用的是目前世界上 電晶體密度數一數的高的台積電5奈米 即便你的架構再優秀 還是很難突破物理定律的天花板 不過 這裡要再說一次不過 我在測試的過程中 同時也發現這次的13代 他給的預測定壓是偏高的 可能是為了因應這次的頻率提升有所關係 所以這也導致說他在跑壓力測試的時候 功耗看起來就非常嚇人 溫度時不時的就裝100度 所以我嘗試透過XTU 將1390K的功耗 限制在官方標定的TDP253W 然後再跑一次測染測試 那有趣的是將功耗手動壓低到30W之後 1390K竟然沒有出現明顯的性能下降 反而很接近原先的測試水準 甚至我將它的功耗進一步的壓到跟790X一樣 1390K的性能有沒有崩掉 跟790X對比最多就是15%的差距而已 當然啦,790X那邊也有同樣的狀況 有壓低功耗的空間 不過從這樣的測試下來 1390K的能耗表現 確實比起12代來說提升不小 只是因為它的預設電壓 以及可能主接板本身給的功耗上限高 所以讓它在還沒調整之前的表現 看起來比較嚇人而已 那在生產力的測試中 1390K在Adobe全家上的表現 也是一致的領先790X Premium的領先幅度比較小一些 而吃重單核性能的Photoshop 則是有12%的領先 可以說是目前的修圖王者 看來大家要多了一個說服另外一半 讓自己購買13代的理由 而在特效製作的AE中 也有7.8%的領先 那除了Adobe之外 1390K在編碼性能表現上也不賴 使用Handbrake轉檔一段4K H.264的素材 1390K比790X快14% 效率高了不少 不過也因為核心是全吃滿加速運轉的狀態 所以功耗部分是偏高的 那在半公用途的Crossmark測試裡 12單因為強大的Pico效能 所以本來就領先Ryzen 7000 而這裡的1390K 在四項測試中的9-27%不等的成長 就綜合性能來看 這次的實戰代表現確實很好 那再來是大家關注的遊戲表現 首先來看CSGO 在這樣測試中 1390K成功的再次反超790X 現在就會呈現一個拉鋸的狀態 打得有來有回 這也是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們很樂意看到的情況 那在2070的測試中 1390K同樣領先Ryzen 7900X 差距有10%左右 而在低平線5的測試中 13代同樣表現強勢 對比790X高6.9% 並且核心佔用僅僅只有20% 就可以跑到平均250幀以上 那在B-C-12的測試中 三者的差距就小了一些了 不過1390K的表現依舊是略好 而刺客教條維基技能中 三者就眾生平等了 沒人跑出甚麼差距 那在發快6的測試裡 Intel不管是12代還是13代 都表現強於790X 而其中1390K拉開比較多的差距 高速30幀之多 所以整體來說 13代的遊戲性能確實是很強 在大多數的遊戲場景中 它都能佔有性能上的優勢 好那13代重奪遊戲之王的寶座 這點不是很讓人意外 畢竟拉高了核心頻率 L2快速反倍 遊戲不變強那反而奇怪嘛 只是我更好奇的是能耗的部分 上次我測試Ryzen 7000的時候提到 雖然它擁有製程優勢 能耗表現提升很多 但由於它本身的加速頻率也很高 所以在遊戲場景中 同樣固定60fps的測試下 它的功耗反而不如12代Intel 那這個就讓我很在意說 13代會不會有相同的情況 而整個實測下來 而結果是…的確會的 1390K的整體功耗表現 都要高於1290K 並且像是在2077 並且狂殺2 以及發快6中 都要高於790X 雖然高這一點的功耗 對於電表來說不至於會有明顯的體感 但它依舊是比較高嘛 在預設狀態下 13代的遊戲功耗並不如12代 不過這部分一樣是可以調整的 剛剛前面所提到 13代的預設電壓給的比較高 我們可以透過XTU裡面 將電壓偏移給調低一些 像我這裡給它降個-0.08V 這時候再重跑一次測試 降過電壓的1390K表現就好很多 甚至在CSGO以及2077裡面 功耗比1290K還低 最後我們來看燒機功耗的部分 使用AIDA60單上FPU 1390K長時間下會維持253W的TDP 溫度控制在96度 導入部分Intel還是做得比較好 那因為不同的主機板以及CPU 它的功耗釋放及體質都不同 所以這個大家就當參考就好 然後如果你們以為 這個就是1390K的上限功耗 那就大錯特錯了 前面我剛剛提到 它一跑渲染的時候 功耗是會上到280W之多 那我透過P9的壓力測試 CPU的功耗可以進一步突破290W 更恐怖的是 這還不是1390K的極限 你們有看到右邊這裡的最大值 我再按下燒機的那瞬間 監測軟體所記錄到的最大值 竟然是高達377W 要求我,我一度懷入我自己的眼睛 這個是真的還假的 你不說我還以為我測試RTX3090 那後來會降到290W 也單純是因為CPU頂到100度溫度強 所以這意味著如果你散熱座足夠強的前提下 1390K說不定能跑到將近400W的瞬間功耗 這到底是什麼上限天亮的極限 那這也同時讓我非常困惑 確實你這代的能耗更好的沒錯 但你有必要將處理器的上限拉這麼高嗎? 因為就我們前面的測試來看 250W基本就是它的性能甜蜜點了 再上去的邊際效應會非常明顯 所以如果大家要使用的話 還是會建議把上限功耗定在253W就差不多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測試內容 綜合來看 這次的1390K性能相當強勁 能耗比起前代有著顯著的進步 單核性能是再多稱網 並且多核性能也快齊平的R9790X 而且這些都是建立在製程不變 單靠架構調整就有的改變 很難想像說之後如果換新製程 Intel會再有怎樣的進步 那前提是Intel不要擠牙膏 把Intel 7搞得跟14nm一樣 這部分就讓我們繼續觀察 那在遊戲表現上台灣很強 接下來的13代 無疑是遊戲需求的首選 那在半供及生產量用途上 也是很有優勢 講說這次的13代 還想要有平台延續的紅利 如果你是12代的使用者 可以無痛升級13代 或是說你的預算有限 也可以入手13代處理器 然後頓頓看有沒有划算的Z690 或是B660的主體板可以減 整體來說組裝彈性是很夠的 那想要入手i9的人 要去注意的當然就是你的用途及散熱 一般遊戲遊玩的話問題不大 中高階塔散一樣可以應付 只是說如果渲染需求的話 會讓CPU滿載運轉 那上個一提水還是有必要的 然後像i7和i5的機具 因為核心速度針對的關係 應該會是性價比相當高的選擇 這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加入i5的測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說 我在日後補上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的話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